耶 安安 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阿正 晚安 你好 喬爾吉桑 晚安 你好 康邦娃 怡仙天 晚安 你好 大家好 等大家進來唄 今天很多人直播嗎 應該也是蠻多的吧 反正我就很水膩 整天跟人家撞在一起 是不是剪頭髮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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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正要去剪耶 你提早猜了 你提早猜了一週 我可能下週要去剪頭髮 因為流長 我在講mini concert前再剪好了 衣服的布 可愛吧 這是我的新衣服 我今天穿去練習 晚安 小羽 晚安 可愛弟 你好啊 晚安 李天天 晚安 李天天 圓天 你好 晚安 孫蕾 晚安 那也嫁給嗓子看好你喔 謝謝 大家好 晚安 去園 晚安 帶我家 晚安 這是我的新衣服 Daze 我最近很喜歡care bears 就是 關心熊 翻中文很奇怪 我不知道 台灣都叫 台灣好像都叫 彩虹熊是不是 叫兩次有點怕 那叫三次好不好 天天天天天天 好晚安 我都安安安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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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這是我們第一次以UNI形式去舉辦MINI CONCER 這個好像很多人 CONCER 好像很多人都講過這個SAYING 我會 我要保持神秘感 好 可以 期待 期待你們會來握我 雙眼晚安 你好 你手手晚安 你手手我會 YA 你大家還期待一下 我也很期待 單細胞晚安 我要期待 下一單握手會 那 欸 單細胞這一單握手會會來嗎 不過BUBUBU說其實 記不住我們早上晚 我覺得孫雷是不是就是 會喊 會喊 幫我撐10秒 就是 Only Today Only Today那場表演嗎 我會努力記住大家的 大家如果常來找我的話 我就很快就可以記住大家了 對啊 你看我都有記住你們 我們的時間的默契就是靠暗號來 好啊 表晚上好 你好 既然大家在犯成人的時候 第一次看一定沒有辦法記住所有成員 可是是不是看了幾次MV 或是看幾次直播之後就會記住成員是誰 耶 耶 欸 柏林晚安 我的分身 什麼時候回台灣都不知道 想你喲 朱瑋銘你好晚安 無意開晚安 千葉雅恩晚安 你好晚安 要準備新的 可以啊 我們現在很多新的動漫可以提 我們可以來水之呼吸之類的 日暢晚安 千葉雅恩晚安 說到這個我要跟你們講一個 非常 對我來說爆炸性的一個消息 就是關於我前前去看的 我不是前前去看牙醫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耶 我在家裡的直播有講過 就是我留言說我要去看牙醫這件事情 我有提到我去看牙醫 然後就是前陣子李寒涵就是看了牙醫 然後 CJ晚安 就是看了牙醫 然後就照X光他就跟我說 就是李寒涵不是 就是他好像在直播講過就是他要拔 他有水平致齒 就是致齒是長水平的 就是一般致齒不是 如果這是牙齒 就是朝上長的 他就是平的 然後包在肉裡面 然後就是這種致齒就是要動手術拔掉 然後我就笑他 然後我就說好好笑 然後他也跟我說他要演到暑假在拔 我就說喔那到時候就加油囉這樣 然後我上禮拜去 我上禮拜去看牙醫 然後我就照了X光照 然後 X光照出來的時候 就在我正前面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顆牙齒是平的 有一顆 某一顆智齒竟然也是平的 然後我看了我就 想說傻眼不會吧 然後我就拍起來 我就偷偷拍起來 然後我就 傳給那個 李寒說 這可是 然後他就說 恭喜水平智齒 他還放煙火給我 就是他還傳煙火貼圖給我 然後我就超傻眼 我現在超害怕 我現在是一個絕望狀態 我現在很絕望 對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我們明明2020都許恩說 不可以再水膩了 我跟李寒寒 然後就我們兩個在2020都被告知 有一顆水平智齒即將要在今年被拔掉 好 我們現在非常的 我們現在兩個人互相扶持 2020繼續水膩 看看笑邊 欸我們真的是 團裡面最水膩的兩個欸 就是 我們去年取 許願 我們去年還一起跨年 雖然他提早回家 因為他有門禁 然後我們就 說好說就是 絕對不可以 絕對 就是絕對2020要擺脫水膩喔 然後就 天啊 提早吧 提早解脫 對啊可是我們是水平智齒 他只知道他水平智齒要怎麼拔 我有上網查影片 我覺得超級恐怖 結晴 可是結晴不是水平智齒啊 結晴說他的智齒是正常的 你們智齒是 就我這幾天就想說 我最近 幾個月 吃東西的時候 如果左 因為我是左後方的智齒 左下方的智齒是 這樣水平的 然後我就 好你們沒智齒 為什麼 好好 就我咬東西的時候 會咬到 那個牙床的地方 就會覺得 有一種 痛痛的感覺 蛀牙的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是我蛀牙嗎 可是我張開嘴巴 發現我牙齒上面 沒有蛀掉的痕跡啊 然後我就想說 我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然後一直到 就是上禮拜 照X光的發現 原來是因為我的智齒已經 微微的頂上來了 然後它是整個是橫的 它在裡面已經長好了 所以它整個是橫的 然後我就 心理非常的複雜 而且真的有點痛 就是已經有點在痛了 我就還是因為心理作用 就是它講完說 我看了X光 然後開始覺得牙齒會痛 早知道不要去看牙醫耶 其實我那次去就是 完成就是為了洗牙 去看的 然後照X光 只是就是 想說檢查一下 這樣子 然後就一檢查 就是不檢查還好 一檢查就發現不得了 一照就不得了 就發現 水瓶致齒 可以 救命 可以跟我換智齒嗎各位 我真的是 非常的絕望這個狀態 很想面對現實 我現在很不想面對我的智齒是水瓶的這件事情 有粉絲是牙醫嗎 救一下 會很痛嗎 水瓶致齒 突然以後不是更糟嗎 我不知道 我不想知道我的這種東西 鼓樹你一輩子都不用面對這種痛苦耶 而且我是四顆智齒都很急 所以我可能 面臨四顆都要拔掉的命運 會不會他痛爆 而且他說就是 李海南跟我說 水瓶致齒的手術就是 他會把你的 就是我現在聽這個 會覺得不舒服的人 可以先關心你 他說 他說就是 把那個牙肉 就是牙床切開 然後 智齒在裡面 然後好像拿磚的東西 把磚碎 還是把它敲碎之類 反正就是把它弄碎 然後再把它拔出來 然後我聽了就覺得 然後我就問說 那在拔的時候我是清醒的嗎 還是我可以睡著 就是 不是那種動手術前都會給 病人吸那個什麼 讓他睡著的東西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動過手術 然後 李海南就說不會 他說 就是全程是清醒的 我想我清醒的 要被人家做這種事情 我還要感受到的東西 在我臉上鑽 我快瘋了 我很久以前 小時候吧 鐵錘把它打碎 所以我還要看他 拿著鐵錘 往我嘴巴那邊挑 我真的要瘋掉 好就是 那個 會打麻藥 打貴打 可是你看到那個狀況 你不會覺得很驚悚嗎 就是 我以前拔過 拳齒 小學大概五六年級的時候 然後因為 欸還是四小四的時候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我的拳齒還沒有 牙齒還沒掉完 還是那 那可能更小耶 就是我之前 拳齒 因為牙齒太急 然後醫生就說拳齒 然後四顆都要先拔掉 就是 讓牙齒的位置長 因為拳齒好像比較晚才會掉 那樣 然後他就 我那時候我去抽神經 根管治療 是嗎 他就是在你的牙齒在那邊 開個洞 然後拿個東西一直 撈撈撈撈 不知道在撈什麼 然後撈完以後 就補回去 然後就隔幾個禮拜 然後再來拔牙 然後那時候拔牙 就打了很多次麻醉針 然後我記得很痛 我印象中就是蠻痛的 然後因為我拔過程好像 一直哭的樣子 我就是有這個印象 所以我想說他就是 就是致齒這麼大顆 拔會不會更恐怖 然後 然後就沒有染號 我應該要哭暈在那個 手術台上 他跟我說就是 抽神經以後 拔那個 拳齒比較不會那麼痛 好像是因為我牙根太長 是嗎 可是我覺得拔還是很痛的樣子 好恐怖 可是有人跟我說就是 致齒拔完的會比較 會比較 就是 臉比較小 齊齊最近才剛拔 對我就是看了 齊齊最近去拔致齒 我想說那我就找了X光 就是看一下我們致齒這種模式 就看了現在沒有 有了算了還夠長歪的 可是我的那個 就是我致齒的牙根好像沒有很長 所以我不知道要不要 我不知道會不會很難拔 希望他可以很好拔 韓韓說他的牙根很長 所以可能會很難拔 你會先變腫 而且他還只會腫一邊 喔到底喔 我不想讓他腫 那要怎麼開直播啊 這還有辦法講話嗎 而且還要上學耶 天啊那我暑假再去 我暑假再去弄好了 我跟李韓韓一起去弄 我們兩個可以手牽手一起尖叫 欸可是就是 拔致齒的時候應該沒有辦法講話吧 那不能尖叫 可能可以手拉手 可是應該不能尖叫 我們可以比賽看誰先拔完 腫著看 還腫著上學 天 我不是想這個 瘦臉特效開好看 對啊我還有那個 可是他是腫一邊啊 那如果我這邊開超小 那我這邊不就已經凹進去了嗎 可以啦還是可以叫 好恐怖喔 不要叫 對啊我也覺得早點弄比較好 遲早要面對了 所以我就想說 我今年一定要弄完 可是我實在是不想選在 就是 你們懂的 選在要去上學 要去見人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看到 啊那個Tim TP 他們應該不知道我是Tim TP 可是他們就 那個女生怎麼臉種種的 嗯? 好保證我看到你把完中起來不會笑你 好相信你們 不可以笑我 我的跟我致死的歷險機 只想展開 一定要把致死嗎 為什麼要長這種東西 沒有辦法那麼快吧 不是要去 他說要去大醫院拔 就是我去看那間牙科好像 不敢幫我拔 對啊我現在不是隨時要見人了嗎 可是 我不知道搞不好我們下半年就 不知道 如果我們下半年的mini concert 可以越辦越頻繁的話 可能就沒有時間把它支持 不是 而且我還要腫的去上課 就是上舞蹈課之類的感覺 就是會被老師笑到爆 我跟李韓韓一起去拔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起腫著臉去上課 這樣子之後比較沒有那麼孤單了 還是我拔致死那週不要去上學 不行 但是我不敢拔感覺長位置不好 位置超不好 它是橫著長 它是水平的 可以苦苦無痛拔致死 我非常需要 mini concert應該不太容易感覺到你腫不起來 它一邊冰敷一邊跳是不是 一邊跳那個愛打卡丹一邊冰敷 或是一邊跳沈亮星一邊冰敷 你對同學的偶包 當然 那些同學才認識半年而已耶 我目前尚未素顏去學校過 鴨童偶像 我高中是反過來 我高中是一年級到二上的時候都一直瘋狂素顏 從來沒有化過妝 然後到二下的時候有人勸我說你不要化一下妝 就是他說化妝會變漂亮 然後我就好啊 然後我就試一下 然後就一試上你 然後就到了高三下就一直都在化妝上學 化妝 誰會化妝的人都回不去了 我化也很漂亮 謝謝 可是化得更漂亮 就會想要更漂亮 氣色比較好 謝謝阿正的告白氣球 謝謝 耶 而且我剛剛 就是剛剛 今天練習完回來 然後我就跟 A組的一些小夥伴就是 吃飯 然後我們吃完飯以後 其實就是那幾個 就是面面 潔心 韓韓跟Mina 每次都是我們五個 然後我們去吃飯 然後吃完以後 我們就回家 然後我要直播 然後我就睡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臉這邊還有點壓痕 只是因為那個Longlife的濾鏡 所以看不出來有壓痕 不是 可是你昨天沒看 你說情人節嗎 不好意思 這個節日就是我躺在家裡 一整天不出門的節日 我不接觸外界 在那天 謝謝 國術的醫用口罩 你們都有去領口罩嗎 我都沒有去領 因為感覺拍不到 昨天火箭特獎 昨天好像火箭半價是不是 而且昨天是 林姊的生日 感覺林姊的台應該蠻熱鬧的 火箭滿天飛 人羊晚安 拍頭貼 喔沒有那個不是當天拍的 那個其實 那個頭貼其實不是當天拍的 就是我們其實14號都沒有人 我們四個 我們都其實破壞了你們的幻想 只是我們14號那天都沒有人去見面 我們只是之前拍的照片 拿來用一下而已 2月14號這天 我只知道2月14號是 那個林姊的生日 那天有什麼事情嗎 嗯 為什麼Longlife的火箭會特價 是特別為林姊的生日準備的嗎 對啊 昨天 滿天飛的是觀賬 喔你說那個嗎 昨天的那個 節目 期待之後我也去那個節目 晚安 家裡晚安 嘿喲 我正在跟粉絲聊 我剛剛跟粉絲聊我的那個水平致死 我跟妳講嗎 就是 我長了一顆跟你妹一樣的牙齒 現在有點尷尬 我們兩個可能都要做一樣手術 禮拜三去藥局嗎 可能我這邊相信 喔真的嗎很多 我們這邊排超多 台北排超多 就是你只要 一大清早 就我今天去 不是我今天去培訓 就我上禮拜去培訓的時候 然後很早起來 然後去外面看 就看到很多人已經開始在排隊 可是藥局名就沒有那麼早開 然後他們已經在那排一列了 然後只要看到排一列 就知道他們已經在排口罩 然後我有個朋友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高中就是 反正台南我有一個在實習的朋友 然後他就是在那種 屈城市那種地方上班 然後他就說他現在快瘋掉 而且他是在鬧區的去的事 他說他現在快瘋掉 每個人都在排口罩 然後就是沒有口罩他還會被罵 謝謝家裡的楓葉謝謝 暗虹 晚安你好 今天好像沒有跟暗虹打到招呼 阿祖你好晚安 我是AKB48 聽TP的柏林你好 我朋友 我有朋友帶領口罩 完全沒煩惱 真好 七天內只能買兩片 對啊可是就是 加減用吧 謝謝阿正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 帶我去流浪 帶你們到mini concert上面浪 不行 你們在mini concert只能看我不可以 不可以浪 不行喔 孫雷晚安你好 你好 抓個癢 這裡可以看一下那個節目開特效開的 你說哪個節目 你說 你說那個嗎 那個 昨天的節目嗎 特效看得到 因為我昨天沒有進去看 通常開直播我都不太會進去看 剛剛滑出去沒有關係 歡迎回來孫雷 柏林看CGM的MV嗎 我看了 我大概也會想要講CGM的那個故事 因為我現在犯上了一個孩子 我覺得他超可愛 他叫Punch 超羅莉 我在MV被他全粉 就是第一段副歌的時候 有個綁著雙馬尾個子特別小的小朋友 然後 他的舞蹈真的是可愛到一個爆掉 他還有想要Rating 可是Rating還是 我的No.1押西啦 浪夢成真 你應該去看一下 我開始做了什麼東西 你說特效開多大 是像我這樣 我現在開給你們看 那個 就是他這邊最厲害的特效 大眼 好我把它全部關掉 我本台就是毫無虛假 本台就是非常的 毫無 只有一點點美白而已 因為我真的不想把美白關掉 喔喔喔喔喔 美白關掉會好暗喔 他這個美白不算美白 他算是亮度 房間亮度 然後 他的紅潤 我如果關掉就是會像這樣 就是看起來沒有腮紅 他就是一個腮紅 我會開個 大概一點點 30左右 然後我的 全部零售臉喔 我可以截圖 雖然你們也看不到 摸皮我開蠻大的 那我關掉 那你們應該就看得到我睡痕了 瑞婷第一 我跟栗子是很好的朋友啊 我們是Best friend 我不能太滴滴 他昨天瘦臉開到MAX 我看一下瘦臉開到MAX 會這樣 會變這樣子 有點恐怖 所以不要 原自然就是美 胖心開始放H 你就是按讚 大家就這樣 哪有 我是後來 對 友達以上戀人未滿 咪 咪滿嗎 是這樣念嗎 CKM 應該是CGM吧 真的很可愛 沒有可以很可愛 Memang Yeah 陳之靈 我覺得好恐怖喔 不要我們圓圓的 謝謝賴玉泉上的幸運事業巢 謝謝 謝謝 謝謝假期賞 掌聲鼓勵謝謝 謝謝各位 請問我的保護貼是翹起來的嗎 對我一下 我的保護貼最近就是甩到底上 然後它就是有點壞掉 因為它是一個很便宜的保護貼 然後 我不知道 我之後應該會再教李涵涵再幫我貼一下 你在泡拳才133歲 他們那些團平均年齡都很小吧 該重貼 我應該會重貼 我一定會重貼 只是它還沒有到過 我本來超便宜 然後賣好多個這樣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他們那團真的都是很可愛 都很甜 而且他們跳那首歌是NGT的歌 然後就是 有一種很有希望的感覺 CGM很多可愛的妹子 他們都很多 大概都五十五十四十三的小朋友超多 他們很多未成年 還是TP的大家最可愛 謝謝 比較可愛 最可愛 好多個是要幹嘛 就是免得我用壞 我用壞 嗯 若妹妹的小朋友多 超多 好多個是要幹嘛 好多個是要幹嘛 就是免得我用壞 我用壞 嗯 超級喜歡 很可愛 烏嘎晚安妳好 空白妳好 晚安 羽玲會很期待 羽玲就是很可愛的妹子啊 他們可能只能白天行程 還有建議推誰 我目前就是特別喜歡這孩子 其他目前在觀察中 當然是都很喜歡 可是就是目前最喜歡這個 謝謝空白送的 Live 會員選票 謝謝 讚 許阿貴晚安 妳好 還有建議推誰 總之就是勒勒可樂 勒起來 勒勒就是正義 欸大家今天是不是又在播那個鬼滅之刃呢 我現在沒有看到 可惡 因為我每次都排禮拜六 算了 不知道鬼滅之刃跟你們 我比較喜歡你們 那我就待在這 反正我現在就是先看MV 而且我早很久 就是我當下MV看他那孩子的時候 我就想說我一定要趕快找他是誰 然後因為他的公視照跟他在MV裡面的髮型有點不一樣 就是他在MV裡面穿一件紅色的裙子 可是那個時候他綁的是雙馬尾 然後他的公視照是常放髮的 所以有點難找 莉莉控 �勒勒勒勒客 理莉控 謝謝 帜狂拍送的愛的玫瑰 好感動 然後放棄鬼滅選我們 當然你看我每次 我對你們的愛多無限大 我就放棄鬼滅 然後在這個時段跟你們一起直播 我今天應該可以在樓下直播 因為我爸媽今天都不在 我爸媽跟我弟他們今天都 去那個 他們今天都去那個 就是出去玩 然後丟下我在這 謝謝阿聖壽的一萬個讚 謝謝 謝謝 為了我們放棄鬼滅真的是太感動了 不用可子 不用寫 不用寫 就知道你們在我心中有多重要 為什麼我出去玩得想 因為我要工作 因為我要 我要培訓 我們朋友群現在在看鬼滅 你知道看忠佩鬼滅嗎 東森台播的那個 今天好像播到 11到15集的樣子 因為他一個禮拜 一週一天 然後一天播五集 就是等於他一次播兩個半小時 鬼滅我只有跟漫畫 沒有關係阿 我覺得漫畫也很好看 我漫畫都跟完了 李涵涵也把漫畫都跟完了 我那時候 因為他現在是我的 鬼滅之星 就是我那時候跟他說 去看鬼滅之刃之後 他就馬上去看動畫 而且他兩天就追完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到的 我大概花了一個多禮拜 快兩禮拜我才追完漫畫 追完動畫 因為他那時候 他已經有24集 了 24左右 謝謝朱里恩送的小樹苗 還有鮮花 謝謝 我們那時候 對我那時候在 看動畫的時候 我就是每一天 可能放學 然後坐在 就是要睡前的時候 會拿電腦坐在床上 然後我還帶一支全照射機 因為我覺得他的音樂很好聽 然後我就會 這樣子看個兩三集 然後去睡覺 然後大概看了兩個禮拜 把他都看完 但是真的很好看 就是每天都會一直想看這個 然後我就 有點厲害的人跟我說 他在看鬼滅之刃 我就說 喔真的嗎 他說他看到晚上 半夜的時候 就從早看到完這樣子 看一整天 然後他就看了兩天 就看完 然後就是 就是 嘉莉還一直跟我說 就是他睡覺的時候 一直在看那個 有一集是打鼓的那一集 然後就是很吵 然後就是 在他旁邊很吵這樣子 我真的超讚 我們後來有推坑那個 嘉莉去看 我們就去他家 然後逼他在 坐在沙發上面 陪我們一起看 東東鬼 對就是那一集 然後 就我最近看漫畫 然後他漫畫其實蠻多集 就現在大概出到快兩百集 然後 我也是花了蠻多時間才看完 就是我們可能有時候在學校 射課時間沒事 我就會一直拿出來看 一直拿出來看 然後 李涵最近跟我說 欸我追完漫畫 我說你畫的多少時間 他說大概兩三天 我就說你太快了吧 他說大概幾天而已 然後我想說 太快了吧 然後 他就說 他就開始跟我討論 後面漫畫劇情 因為其實 雖然身邊很多成員都有看 動畫 可是其實 追漫畫的成員很少 屈指可數 然後 我終於有一個人 可以跟我一起討論後面的劇情 我就很開心 我會追漫畫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一直被劇透 這種東西比較像個弦偷的看啊 噓 否否 耳機都他們聲音超大聲 他們現在在看嗎 我真的覺得炭治療的聲音有點 不太一樣 就是他有點配你太年輕了 就是他那個 配音員好像跟小智是同一個 就是那個 神奇寶貝小智 那我會有點點就是 帶入小智這個角色 推薦大家去看鬼滅之人 才可以跟上最近的流行 五歲偷看才是王道 可是大學沒有五歲啊 大學就是午餐時間 那個時候就會拿出來看 買完飯的時候就會拿 然後再下一間教室拿出來看 那現在換你劇透別人 沒有我哪有劇透你們啊 我明明就都沒有劇透你們 然後就是我們最近會一直討論就是 鬼滅之人的漫畫 然後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最近 他最近畫的有點拖 就是 一場戰鬥然後畫了超久 然後就是 因為他在講說什麼 就是他們是講說這場戰鬥剩一小時 然後那一小時就已經打了 大概三四集 然後還在一小時 就已經快一個月了 對我對神奇寶貝印象也只有中文 謝謝烏嘎醫生推TTP的追蹤你好 我是柏林 應該快完結 我也覺得好孤單喔 這麼快完結 頓友很異世界史萊姆 我是追小說 所以其實都知道了 我其實沒有很少看過小說 我只有之前就是 曾經買過 某一集 斐彈的雅莉亞的那個 他是念斐彈嗎 斐彈的雅莉亞的那個 小說 原文小說來練日文 然後我看了一看馬上放棄 因為覺得好看不懂 我換原文書就挑戰買漫畫吧 我就很少買小說原文書 可是我現在應該可以看得懂 還有阿 娜美克星都爆炸爆很久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七龍珠 我已經 追一半就沒有追他了 我最近在看鐵血 孤兒 面面沒想到也有在看這個 就是面面說 面面知道 面面今天到今天才跟我互相了解 就是原來我們對方都有在看這一部 而且我很喜歡 我已經重新追第四次了 就是 激動戰士鋼彈鐵血的孤兒 超好看 我已經 重新追這一部 它總共有五十集 我已經重新追第四次了 我從我高二看到現在 我只要想到就會重新追 因為真的是太好看了 然後幾年前 沒有 鐵血我是更早之前就來看 我大概2016年 左右我就開始在看 或2017年 應該是2017年開始看了 就是它出第二季的時候我就開始看 然後那時候我就從頭開始追 然後就一路追到 第二季 然後就是太好看了 有一半會重看的原因是因為我看不懂劇情 它的劇情有點複雜 它的劇情就是 會扯到很多不同的 勢力嗎 之間的那種 利益關係跟那種相 瓜葛 跟目的不同 然後有人的立場會換來換去 然後我就會看到很混亂 然後我就要慢慢的 一集一集的去解析他們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樣子 我不能總 就是總是只看 鋼蛋蛋打一打去 我還要了解他到底在講什麼 然後我就看兩次 然後我才了解他劇情大概在講什麼 然後我看第三次大概是去年的時候 然後看完第三次 然後今年就來看第四次 然後開第四次的時候 因為實在是太久沒看 我現在又有點忘記他到底在講什麼 我就是偏偏 那個劇情後面真的是 傷了我的心 我現在現在旁邊有個鐵鞋的海報啦 我可以偷偷把它拉過來 只是我覺得我的 我的那個會遭殃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太 為什麼 這裡我覺得我的 夕陽海報會被壓到 所以我拉不過來 可是之前在直播沒有給大家看過的 我的海報 我的鐵鞋海報 好 嘿咻 嗚你好晚安 我謝謝烏嘎一聲推的 愛的玫瑰 謝謝 我真的很喜歡看動漫 我覺得就是 動漫就是一個我學習日文的最大的奇蹟 然後 好可愛的衣服謝謝 今天很多人稱讚這件衣服我很開心 雖然他就是我的練習用衣服 對我下面還穿著運動褲 我現在就是 完全就是我今天的 練習裝扮 喔謝謝 剛剛他那個沒有跑出來 可惡 是不是小雨嗎 我剛剛看到小雨的 頭貼跑出來 欸阿正 阿正的頭貼 我剛剛看到阿正的頭貼跑出來 阿正 再來播一個直播 先去廢了 謝謝 謝謝阿正 就是 主要是用節目學的 我也是 就是都會 可是最主要是動漫 因為動漫實在是 我的初心阿 我的初心是 晉級的巨人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沒有看動漫的 可能會不知道這個在講什麼 就是不知道 晉級的巨人是什麼 隨便觀有幾聲音 他們真的太吵了 就是 會害我想到我弟耶 還好我弟現在不在台北 不然我真的會被他吵死 我弟很喜歡就是跟他同學 一直講那些 discord之類的 然後就是講很大聲 我就真的看到一部你很喜歡的作品 就會想要從頭看到尾 然後再重來看一次 再重來看一次 大阿狗從哪裡看 哪來的 肉肉給我的 他們用那個 UFO Catcher 用這個 然後他送給我的 我也沒看到動漫 可是應該很多人聽過進捷劇了 平平晚安你好 好 對動漫跟日劇就是學日文的兩本 而且很多日劇的那個字幕組都會很貼心 他們都會在那個翻譯下面再放一段 日文的原文 夾娃夾到 對那個是肉肉之前夾娃要幫我夾 因為我夾不到 所以他幫我夾 命運時之門好看 我好像因為命運時之門 然後知道畫折香菜 我那時候看過一個節目 綜藝節目嘛 他就是請神優過來 然後跟兩個小朋友過來 然後試著配音這樣 然後就是畫折香菜 現場配音 從頭到尾 看到尾 我也只有火影 我之前也有想說要不要追火影 可是我怕我就是半吊子心態 默默 吳 兵 這張念嗎 你好晚安 謝謝追蹤 謝謝你好 紅蓮的公式也很好聽 對他就是很洗腦 我很喜歡 很多很洗腦的OP 而且我很喜歡那種很熱血的OP 而且我很喜歡那種很熱血的OP 而且就是那個 靜潔巨人最新的一季 大概是第三季 第三季的下半曲 還是上半曲 上半部 然後他們那時候的 那個片頭曲是什麼 沙沙啞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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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很好聽 就是有一種 很鼓舞人心的歌 就是感覺很熱血 很燃的感覺 日文歌也很好學日文 目前靠著抄一些日文歌 就學會寫 我現在就一直跟成員說 你們趕快先把五星看守 就是要看到 只要一跑出來 你就會馬上 跟中文一樣就是 只要一跑出來你下意識 就念得出來這樣子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唱日K了 我現在勸誘大家趕快學 趕快學五星 動漫看粵語配音 比日配更有味道吧 真的嗎 我還沒有看過粵語配音的動漫 可是我聽過 我聽過那個 我只聽過日語跟 中配跟音配 人品均晚安 機械大叔晚安 獻出你的心臟 心臟沙啞喲 我後面弄不到 因為被抱枕囊住了 欸我以前就是國中的時候 還會跟人家玩那個 就是這個敬禮 嘿 獻出你的心臟 而且他還是指定一定要這邊 因為這邊才有心臟 他們現在在揪完吃雞耶 討厭 不過我跟你說 我們最近在玩手遊 就是有一個槍戰的手遊 然後他就是跟 他就是吃雞 然後 就是最近大家就很 沈迷在這個遊戲裡面 然後我們就是組了一個團隊 然後越組越大 這不是晉級的巨人動作 對啊我們再聊晉級的巨人 文品均晚安 謝謝金街大叔的 愛的玫瑰 謝謝 對只是他片甲名比較不熟 片甲名比較 有點小困難一點 因為片甲名 我現在也不敢說我非常 熟到可以每個都寫出來 可是我看到已經唸得出來 就是 片甲名 只有外來語用得到 所以就是 會讓人家覺得他比較難記一點 而且你已經寄過片甲 你已經寄過平甲名了 那你記得平甲名 那你記得平甲名 要不要你去寄同個讀音 可是不同寫法的東西很困難 好 我們最近在玩長戰 然後 我們前幾天 前幾天就是玩到很好 我最近 我其實我剛剛補眠 並不是為了 因為我今天很早期來練習 然後今天直播 我不是 我其實不是為了直播 去補眠的 我是想說 直播結束完 可以跟他們大戰一下 所以我們就 我就去睡了一個小時 然後 趴起來 然後 為等一下晚上的 吃雞大戰 充電一下 握手會省出心長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我們前幾天去玩 然後我跟潔心 還有瑞婷 還有雷吉 我們四個人一組 然後我們去 就是持集 就是 他就是一百個人 降落在一個地圖裡面 然後我們就是去很多房子 去搜武器 去搜物資 然後遇到敵人 就要把他們打死 然後最後留下來的那一組 就獲勝這樣子 橘子冰你好 晚安 終於變光了 也可以開耳機 然後他們變小聲了嘛 然後我們那時候 因為我被打死很多次 很尷尬 就是我被打死 然後瑞婷說他要救我 我說你過來救我 快點 然後他過來救我的時候 他就按到了神索 然後他就盪下山了 然後他就把我一個人留在那邊 然後我就死在那裡 超可憐 我們四個裡面最強應該是雷吉 他真的超厲害 我覺得他玩很多遊戲 都很容易上手 我之前跟他玩那個什麼 我很久以前不是有去伊蘭找他玩嗎 然後 那時候 我們在家裡費的時候 我們就在玩那個 極速領域嘛 那個賽車遊戲 然後 他就超級厲害了 而且我記得他明明就是 比我們還晚開始玩 然後他卻比很多人厲害 他馬上就上手的感覺 一百個人裡面一定一堆機器人 不知道才是機器人意思嗎 對啊 就是 可是有些真的很強 就是我們打到後面很容易被幹掉 我有時候也蠻豬隊友 可是潔心家連車都不會開 他連在電腦裡面連車都不會開 就是電腦裡面的摩托車 就是上去只要按前進跟左右就好 就一隻手按前進一隻手按左右就這樣 然後我就說 林潔心就是 因為我們四個人 可是只有兩台 就是兩台機車 一台機車只能載兩個人 然後我就說 那潔心你開 然後你載韓韓 然後他就說我不會開車 我就說你連這個都不會開 趕快練習 然後他就開 我說你連這個都不會 你十八歲怎麼考家照 有可能在學校 跟同學狂玩 都會期待開學 可以找一些朋友玩的遊戲 可是我還是比較想 比較喜歡跟成人玩 成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就是推前面當肉店 可是就是我 他就是有一些技能 然後我選的是盾牌技能 就是可以隨時隨地在地上放一個盾牌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躲後面 然後潔心的技能是 就是派出搜 就是可以搜索範圍內有沒有敵人在 然後就是可以幾分鐘 只能放一次 然後他就很喜歡在 不會有敵人出現的地方 一直放那個技能 然後真的需要他放的時候 真的需要他放的時候 他就說 啊沒技能了 然後就超尷尬 家瑜小寶貝你好晚安 跟托魯將你好晚安 跟成人玩 感覺默契會很好 對就是跟 因為我們平常就是 大家都玩得很 大家就玩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玩遊戲就特別 有默契 有默契 這個影片進來從頭到尾都沒有廣告 超感動的 這個UP主太佛心了吧 他的音樂完全沒有營收 然後 找小弟一起玩啊 好啊可以啊 雷雷夥伴 賓賓賓 雷雷好夥伴嗎 你們知道我的 粉絲名的前身是什麼嗎 我的粉絲名的前身叫做熊麻吉 然後直到 我有一天上網查了熊麻吉 發現他是一個 R18的電影 然後我就把他粉絲 我就決定要改粉絲名了 我不知道小弟有玩欸 因為我們最近才開始玩的 我們可以去問問他 對 我後來發現 就是原來熊麻吉是不是R18的電影 因為我之前就一直聽過熊麻吉這個詞 我就覺得很可愛 因為我想說 朋友就是粉絲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想要跟大家好 然後我又喜歡熊 所以教大家熊麻吉 這樣很好 然後結果 查一查發現竟然是R18的電影 害我有點尷尬 A組我可以收下來 對阿的確是 我希望就是 因為其實A組 跟我不熟的蠻 就是也不是不熟 可是就是平常沒有玩在一起的蠻多的 然後就有點想要 跟大家熟一點 然後就是 因為就是團體要 一個組要有默契嘛 雖然我們這一組可以成為一個 很歡樂氣氛的組合 對啊那好像是國中的國小的電影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很了解 那部電影是什麼 我只知道有這部電影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R18的 因為我沒有看過 我只知道我爸跟我說不可以看的時候 我現在看電影都只看恐怖片 我就是很喜歡看那種拍得很 除糙很廢的那種恐怖片 就是 什麼 很多jumpscare的那種恐怖片 因為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我被嚇到那個當下我會一直笑 好 不然就是看那個題材有沒有吸引到我吧 其實我最近真的很少看電影 可是最近新上映電影很多很多都是恐怖電影 我真的很喜歡看那種沒有人愛看那種恐怖 廢片 jumpscare第一集 就是 可是我就很喜歡被嚇到 我很喜歡jumpscare 就是我覺得很多很多的恐怖片 心理恐怖啊 還是什麼懸疑恐怖那種 那種恐怖都沒有辦法恐怖到 可是jumpscare真的會嚇到我 去看1917好看嗎 不要去偷我 因為我可能會去看一下 金森街笑 喔我有看過金森街笑3 然後我真的有被笑到 那真的很好笑 尊心正你好 謝謝你送我 謝謝命送我的 美乖你好 好 好我要紫色系的不要 寫照片啊 要再看看 他如果很噁心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很想看 獵奇那種 我就覺得 可是我其實也是看過 獵奇的電影 然後那時候看完都有點後悔 看過你被嚇到是誰 是伯爸突然出現在狂 那個真的超級恐怖 還有他們今天 他如果今天會出現我真的要尖叫 因為他人不是 不在台北嗎 我也不被你敬言 就不劇透 對阿姆湯 劇透母湯 謝謝LOLI送LOVE 謝謝 LOVE 謝謝大家 橘子冰 謝謝橘子冰的愛的玫瑰 謝謝 進行劇透 怎麼不行 真的很好笑 而且最近那個舞蹈館出那個 就是他的CD曲 他的那個片頭曲 跟劇中收錄的歌 完整版出來 就是他CD發行了 然後我就上網下載 就是那個線上程式 我去買了那個來聽 突然可怕起來 這個CGM好 這個跳tone跳好大 從超級恐怖 然後聊到超級可愛 可是真的很可愛 CGM的各位真的是太可愛了 好可愛 買了新歌阿 欸放一下好了 欸他竟然有廣告 氣死我了 稍後 因為我的滑鼠現在沒有在我這邊 所以我現在 按這個的時候 只能用一根手指頭 有點小困難 嗯 那個專輯到哪去了 現在hello 唉唷唉唷 就是他們的片頭曲 這是片頭曲 我們大家可以放那個 偶像歌 武道館 嗨起來 前幾年又更新了一集 這一集是 就是這週更新的一集 是空音的 主要的角色是空音 就是主要的劇情環 要在空音這邊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看漫畫 看到這段 我就覺得 很喜歡空音的原因 就是 大家可以講一下 我可以劇透嗎 反正他那個又不是這麼打打殺殺的片 應該不會有些成員死掉之類的這種事情 所以就是 就是 不要管嗨起來 換人家劇透 對啊 我在想可以嗎 那不行吧 因為我看的真的很有心得 就是 對於空音這個角色 算我沒差 那也還說 欸咻 欸等一下 看見現場的那個 名字被切到 男生就是要爆雷 渴望被爆雷是不是 我覺得大狗的尾巴看起來很像便便 白便便 所以 最後空音的夥伴 下一集 最後就是空音他們表演哪一半突然一個巨人跑出來把他們吃掉了這樣子 母康 沒有這種劇情 不會有這種劇情 每一集 那個七個成員都會在那邊 所以沒事了 他不是這種 他不是這種劇 我覺得看到後面大家就是想要把那個 七人組都推起來 因為真的他們七個人就是太棒了 太可愛了 今天的小行星飛過去怕 真的嗎 我今天沒有看新聞 桃華哥晚安 Larry晚安 五菜的聲音真的是很可愛 畢業特製減三者不會 不會 不會 不可以 空音不可以畢業 我現在就好奇他們會不會有 神優然後真的也上來 像Love Live那樣子 就是有神優然後會上台 表演他們那裡面的歌 因為他們都出歌了嘛 然後他們都定了目標 他們的title不就是 神推上舞蹈館嗎 那會不會就是這一部我真的爆紅了 然後神優出來跳舞 然後也很可愛這樣 然後就粉絲很多 然後最後真的去舞蹈館了 這樣就會實現title上面的 對啊每個都很有特色 超特色 我真的很喜歡他 太可愛了 嗨嗨柏林嗨桃華哥 千葉雅恩 晚安你好 真的是太可愛他們 喔就是這一集他們在講說 就是空音成為偶像的 初心嗎 然後他就是這一集 強制配了一對CP 就是 隊長林秧跟空音這樣子 就是上一集已經配了 紫色跟黃色 我現在懶得講名字 我在講顏色 大家才知道是誰 紫色跟黃色被強制配了一個CP 然後這一集就是 藍色跟粉紅色的隊長 湊了一個CP這樣子 然後空音說就是 空音在劇情裡面說 他為了 他成為偶像 一開始就是先看到 因為那個粉紅色隊長在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團體 之後還結散了 所以他被 這個現代的團體 接收 這個之前的劇情都有講過 你們有認真看齁 他拍了羅特爾安 然後就是 他看林秧的表演 因為他經過舞台 然後看到林秧的表演 然後就被吸引到 然後他的親戚太太就 親戚阿姨就說 覺得空音很 就是他覺得空音很適合 他覺得空音比台上的很漂亮 可是空音就說就是 明明是台上的比較漂亮 這樣子 然後其實空音就是 很渴望被 大家喜歡 就是成為大家心裡最可愛 最喜歡的那個 因為他在學 就是有一段畫面是切說 他在學校 因為他不是網球社的嗎 對我在講舞蹈館 就是空音是網球社的 然後 就是之前可能一直跟他 固定雙打的同學 有一天突然跑去跟別人湊雙打 然後就說 抱歉我已經跟別人湊雙打 所以 這次不跟你 這樣子 然後空音就是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跟別人 你不是一直都跟我嗎 然後對方就說 我覺得其實也沒有必要 一直跟著你阿 就是為什麼 就是 我也想要跟別人看看這樣子 然後空音就會覺得說 就是對 就是我對 對方來說 可能我把對方當成一個 很好的朋友 可是對方其實心裡 並不是把我當成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是這段劇情 但是看得很有 共感 就是我以前也 我不知道 我以前也常遇到這種事情 然後就 會很在意 可是我後來覺得就是 這種事情不能強求 切 然後應該這個事情 然後就是 他後來對 人際關係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沒有 就本來他就是一直被當備胎 在友情裡面感覺 一直被當備胎的感覺 然後 後來他就 加進了這個偶像團體 然後林陽就帶著他 這樣子 然後 粉絲也是 粉絲就是 劇劇就說 我真的就是最喜歡你 這樣子 他遇到了很多粉絲的愛 然後就是 他第一集開頭的時候 不是有跟粉絲講說 我只喜歡 喜歡 願意愛著我的人 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句話 到後面那個劇情就 重複再播了一次 然後我就看了這段 就 越來越喜歡 空音這個角色 一開始本來就看臉 就是 臉入坑 換個成員來推這些 我不知道就是 我以前小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交過幾個朋友 然後他們都是那樣子 就是我有點 我有點被當備胎的感覺 然後 其實國中也有 我真的 有時候到後面會想說 是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之類的 然後 就是以前 我有個很 教過 就是 那種通常的狀況都是 我交了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就是可能我們都 分組都一起 然後出去玩都一起 然後可能 做什麼都一起這樣 我真的很喜歡有這種朋友 就是可以 都一起這樣 有 安全感 然後 到一段時間 突然發現他會特別 有時候會特別去 跟另外一個人一起出去 然後就比如說分組的時候 會開始把他一起拉進來 然後 到後面 感覺就只有我一頭熱的 在跟他 很好 然後就是他感覺 就是我對他來說 可有可無的感覺 然後就是 有點笑難過 然後我高中遇過一個就是 喔 我跟他是很好朋友 然後他在我家附近打工 因為我們家住蠻近的 然後那時候 他跟我在 他在我家附近打工 然後 然後 他那個打工 就是多了一個 缺嘛 缺名額之類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 那 如果沒有關係 你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那我也可以去啊 我可以幫忙這樣 結果後來 他默默的找另外一個女生 就是另外一個他的好朋友去 可是其實我們之前是 第一 我們是先當 明明就是我先來的 你懂嗎 你知道為什麼我真的不喜歡空降戲嗎 就是我看那麼多動漫 我永遠都不是支持空降戲的那個 就是因為我有因應啊 我真的對空降戲 很敏感 然後他就說 就是我就說啊 你為什麼找他沒有找我 然後他就說 對他就說 其實就是也沒有關係 就是也找誰都一樣吧 他說沒有關係吧 可是如果是最好的朋友的話 不是就是會找最好的朋友嗎 我也都跟班上五個一起玩 五個一起玩會比較沒有那麼傷啦 就是兩個兩個會比較有點麻煩一點 沒關係 可是我現在的朋友 對我還蠻好 成員都對我很好 所以我已經 淡忘這些事 只是最近那個女生 因為她是外 她就是 好事我不想講 我不要講那麼細了 就這樣 不講了 至少現在的成員都把我看得蠻重的 我就很開心 我就長大就發現 我覺得人際關係這種事情 不能強求 我就說對方覺得 喔謝謝小雨送了 陪你看流星雨 謝謝 謝謝大家 我覺得就是人際關係這種東西就是 不要強求 強求也不會有好結果 就是 改變就只能自己改吧 如果對方沒有把你當成第一名 那你也可以慢慢的把它放下 大家都很花心呢 對 有時候你付出不一定得到相同的回報 要習慣這種事情 而且也不是完全 也不是完全 也不是完全那個啊 就是完全沒有朋友啊 我還是有別的 很喜歡我的朋友 所以我有珍惜他們 喝得來就喝得來 像我跟嘉莉就很喝得來 我們兩個就是最近 常常一直互相打電話 然後就是 一講就講很久 然後我其實會有時候會很擔心就是 因為我有時候會跟嘉莉吐苦水之類 然後我有時候就是很擔心說 我一直跟他講這些 會不會 給他壓力之類的 然後嘉莉會覺得說 一直找我講電話 會不會給我壓力 然後我們兩個有段時間就 蠻 就是蠻 所以我們最近又一直在講電話 欸我們好像這幾天都沒有 我們最近講話變得很客氣 然後 只有前幾天講了 就是他就主動我說 就是你會不會覺得 我一直找你很 很煩 我說不會啊 我也覺得你 會不會我一直找你覺得我很煩 就是我很怕 會跟我之前那些朋友一樣 就覺得我一直找他們很煩 然後只有他跟我說不會 我就很開心 謝謝 謝謝阿當的Love 謝謝 橘子冰的蘭花 謝謝 我們讚嘆友情 所以真的好朋友 不是找不到啊 只是還沒找到耶 現在找到 謝謝 不過這樣就會有看中我 我覺得我看清楚 我覺得這種東西 真的很難回應 他只都有說 需要我我都會在 就是這種朋友就很需要 那你晚上要講電話 每天晚上都很無聊 那你要不要加入我們吃雞行列 我今天可以講電話 因為我明天 我明天 沒事 明天超閒 瑞婷被空降嗎 瑞婷不是被空降 瑞婷是我的 妹妹 我跟她的情依一致都是姐妹關係 我是真的把她當親妹妹在養耶 沒有養她 可是就是親妹妹在看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妹妹 真的不會有人回說 對你很煩這種話 可是大叔 我不知道耶 可是感覺他們的 他們的表現就會讓人家 感覺出來就是他們覺得 很煩 就是跟之前的熱烈度不一樣 嘉莉怎麼知道加入吃雞行列啊 想看 想看嘉莉被敵人嚇到的樣子 不玩遊戲了 可惡 被殭屍嚇到 對我真的有被殭屍嚇到 我那時候玩有被殭屍嚇到 電腦手機都不玩 竟然 好養生的人喔 跟米娜一樣 米娜的養生王 我剛剛搞不好是打到去救我 我真的是 最近超爛的 還是你是沒空間 謝謝PLUS送我蘭花謝謝 謝謝阿章送我LOVE謝謝 謝謝空白送的玫瑰謝謝 謝謝 謝謝紅包 謝謝紅包 只玩狼人殺 狼人殺應該不算 他應該不是玩手機版的吧 他是玩現實 這人靈包 拿去看柯南會睡覺會消毒 喔好像有感喔 我之前我在跟彩杰玩的時候 嘉莉好像會在旁邊看柯南是不是 莉莉嗨嗨 真不愧是嘉莉 我是一個對遊戲超級沒有抗力的人 原來要消毒抓到 抓包 阿章 其實最近跟韓韓是不是也很 他們最近也很喜歡玩那個遊戲 我有把玩的時間拿來看直播 很好啊拿來看柏林的直播 多開一點柏林的直播 每天快樂 哇 恭喜咸魚乾 中大獎 謝謝 咸魚乾的LOVE謝謝 韓韓很大聲 韓韓不是每次都超大聲 我跟韓韓都玩到尖叫 我們來放他們的 他們的歌曲 嗚呼 有我有聽到就是 千千年跟李韓韓在玩的時候 然後聽到李嘉莉在電話裡面叫我李韓韓 小聲一點啊睡覺 然後我就聽到說 你姊姊在罵你喔 他就說對阿我要小聲一點 我最近有下載那個《異世界女神》 還是姊姊在怒吼 一直可以體驗到伯恩面對弟弟的感覺 可是我不會大吼 我會打電話過去 因為我不想走過去 我現在聽到柏林都會習慣性回頭 我也會阿 他之前教到我的時候 之後教到我的時候 你會不會也 有反應 小聲們晚安 小橘晚安 小橘晚安 Sexy野郎麻吉 我現在都會打call 我已經聽到爛掉 聽到帥哥 都不會回頭 就會被早餐店的阿姨騙 早餐店每個都叫美女跟帥哥 小橘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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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橘妹妹在睡覺的時候 在我旁邊玩手機開很大聲 被我感到 都會這樣 你不會覺得這種 兄弟姐妹很不會堵空氣嗎 你知道就是 我弟在我睡覺的時候 而且是那種半夜兩點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很晚睡了 然後在睡覺的時候 他還可以在旁邊打得很大聲 完全都沒有在乎任何人 而且他的房間左邊是我的房間 右邊是我爸媽的房間 然後大家都在睡 他一個人在中間 然後一次吵兩天的人 超厲害 他就喊先生我才理他 所以你就站在那邊一直堅持嘛 現在聽到TDP的音樂心中有默默打扣 對還是要重新離開的戀情很好 我們的歌已經深深落進你的心了 許輝輝晚安你好 幫鄰居哭哭 我覺得我們的鄰居都很可憐 可是住兩邊的家人最可憐 天啊 PINKのリーダーレーオ 是想 上彩節突然叫粒子メンディ子的反應 我也想看看 COOLなブルーのソーラーね ケージタネホワイトユーカ 謝謝 川平妮可的LUB 喔恭喜中大獎 謝謝嘉莉的 楓葉 喔妮可要中大獎厲害 快點 嘉莉還差一點 嘉莉差一點中大獎 差一點唷 那個陽光現在可以幹嘛 我現在連個陽光都不知道可以幹嘛 有點尷尬 謝謝拼拼的楓葉 謝謝 因為現在有個粉絲也是空白的名字 然後都不知道怎麼講 謝謝川平妮可的LOVE 謝謝 謝謝 OK CJ送的玫瑰謝謝 謝謝 啊 ヤトコのアニメの名前分かった Jergyさん見ますか 面白いですよ 好 要加粉絲團 家裡要加我的粉絲團 他就跟那個 就跟那個 一樣 見てみる 其他人加空白格 好那我加空白格 然後用戶名不能是空白的 就叫空白 用戶名不能是空白的名字 4000陽光就可以加 所以我如果一直蒐集陽光 我就可以去加別人的那個 我就可以去加別人的粉絲團 我曾經因為柏林泰菜市場 他很想去換名字 我不知道 因為我弟跟我的名字 曾經被人家講過 應該要互換一下比較好 他們覺得我弟弟的名字 比較女性化一點 然後我的名字比較上男生 對啊 他那個陽光感覺好像蠢到死耶 就是我的陽光剛剛這樣子 我的那個紅包這樣子 領下來 就是我才領17 25這樣子 是要多久 而且我還沒有去羽鹿的台丟紅包 我上次他叫我起來 然後我就說 喔好那我會 我會就是 我要叫我起床 我會丟紅包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羽鹿應該不是為了紅包 羽鹿應該是就是單純想叫我起來 因為他平常就在叫我們起床 只有李涵還是當天 特別為了紅包來叫我起床 而且他還超晚才叫 現在不能叫心之館 對啊現在都沒有心之館 對啊現在都沒有心之館 所以我們都有一個心之館 我已經很久沒有喊心之館這三個字 你們剛剛講出來我才突然想起來 謝謝大家的心之館 然後就比個 我每次都比那個動作 Welcome Welcome Yeah Yeah 課我們直接課了幾碗 對我就課 欸謝謝N95口罩 我很需要 我的N95口罩沒了 完了他的英文名字有點難唸 你還是這樣唸嗎 你好晚安 春春晚安你好 謝謝架子上的一起搖擺520 英文不行果然是妝的 我真的是英文不行啦 可愛 ありがとう 這位空白格送的小樹苗 小樹苗 這是種子 這要負面不能跟空白送的螢光棒 我真的很喜歡這件衣服 那些捨不得把它脫下 5201314 我愛你一生一世 好奇異師見你客情嘛 上位 因為我喜歡的角色是阿卡 瓜瓜你好 為什麼要打5201314 我也愛你們一生一世 是有 5201314 嗯 這是罐頭嗎 我記得我沒有輸入這種罐頭吧 有特效嗎 我沒有看到耶 因為我沒有更新 對我沒有更新 我剛剛打開要開直播 他才告訴我說新版本 然後我想說我打開完直播再更新好了 你們是在打 我就完全不知道你們在幹嘛 可惡 然後我想說打這一串是 太尷尬了 我最近才把手機升級到最新的版本 就是蘋果最新版本 然後就是看到很多神奇的設備 對 如果 我的陽光 我現在才把手機升級到最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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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了一個辛苦之路程 我再跟大家講那個 就是 欸我按到東西 我把它按掉多下 待ってください 找了 偶像入坑歷史 要來聽嗎 因為我前前就是剛好 又跟別人討論到四八局 然後 還有討論到很多人都偶像 然後就是想要來聊一下 我們來聊一下 我也好奇大家的初心是哪一團 雖然我的初心並不是AKB 可是我後面也是很喜歡AKB 其實我的初心應該算是AKB 我有點忘記我的初心 我的初心應該是MOMOTAI吧 MOMOTAI算偶像啦 就是幼幼台那種 姊姊算偶像啦 我以前很喜歡水蜜桃姊姊 超級喜歡那種 就是 我還會參加他的簽名會 很小的時候 幼稚人的時候 他 他 就是 水蜜桃姊姊是我的初心 第一次放偶像就是TimTP 那我們就是R正的初心了嘛 還開個人mini控 真的嗎還可以這樣子嗎 他是跳舞嗎 好可愛的感覺 MOMOTAI是很同情 MOMOTAI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初心 然後我很喜歡 水蜜桃姊姊在台上帶動唱 然後很多小朋友在下面就很開心 然後我也是那個很開心的其中一個 就很可愛 然後我爸爸很喜歡蘋果姐姐 我爸從小到大就是在跟我喊蘋果姐姐 然後後來 後來他就 可以跟我去看AKB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知道 好像是因為I WANT YOU I WANT YOU 就是 那個 這首歌 然後 如果沒有聽過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我覺得 然後 就是這首歌 然後我爸就有在看日本的 像 沒有到很 粉啦 應該沒有到太FUN那種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上班 他就有跟我 放了很多次這首歌 然後那時候就 我那時候很小就會跳這個舞 就是很小 他剛出來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大概 有摸了一下這個舞蹈這樣 我也忘記是多久前 其實我爸還教我怎麼跳 我覺得他跳跳應該不正確 然後 可是我就是覺得站在Center 那個大導遊子前輩 就是 非常的 有氣勢的一個人 我爸現在不是奶木腦粉嗎 是嗎 我爸現在是TimTP腦粉 沒有 偶爾在新聞看到48G的新聞 但是我的 可是我後來就 上小學就沒有在追 偶像 因為就是 因為沒有追 因為沒有手機 我那時候沒有手機 我那時候到 我就知道國中 我爸才給我一台手機 啦 然後 國中的時候拿到第一台手機 我看了第一個 我上不是AKB 我看了第一個我上是LOVE LIVE 因為我很喜歡彈 因為我會彈鋼琴 然後 我手指頭就蠻靈活的 然後就是那時候蠻流行音樂遊戲 音樂節奏遊戲 然後那時候LOVE LIVE 剛出了一款音樂節奏遊戲 是 台版的 台版的開服第一天我就 我就開始玩了 可是我後來都在玩日服 然後那時候是同學 喔 華蓋手機 對 可是到國 國二左右的時候換了一台手機 換了一台 觸控的手機 然後那時候就下載一個遊戲 大概國二國三的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 玩LOVE LIVE這個遊戲 一開始是因為音樂遊戲 所以我現在開始玩了 後來就特別喜歡一些角色 那個角色就是圓田海味 Sono na Umi-jang 好 這邊沒有任何他的東西 對 然後因為這個 然後之後 愛上了LOVE LIVE的MUSE 就是這個團體 然後看了 欸 其實在前面還有追初音啦 可是初音那個故事就有點難講了 初音其實追的有點短暫 我純粹只是被那個新科技打動到 喔 我也很喜歡一世代 我有聽他們的音樂 然後那時候 追LOVE LIVE也追的很兇 就是我會去課金玩遊戲 那是我第一個課金的遊戲 然後我還為了 我上高中還會就是因為這個 為了去課金去打工賺錢 所以我打工全部都是為了要抽卡片 然後只要就是 那一期可能要出海味的卡片 我就會請店長幫我多加幾天班 然後在那時候的生活大概就是 高一的時候 就是早上去上學 然後下午放學 就接著上班 上到晚上大概十點多回家 然後可能 準備個學校的東西 然後就睡覺 可能準備去學校這樣 然後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總不可能一開始 就是馬上開始有跟我媽說 媽我要課金 然後就開始開那種價錢給她 然後就要給我吧 這才感覺會被罵死 而且我沒有讓我爸媽知道 我會在網路上面買東西 課金 就那時候連網購都不太可以了 那時候我媽不太允許我網購 然後我還課金 然後我就吵白家 就我有點罪惡感 所以我就去打工 我媽這時候還想說 你怎麼那麼早就會想打工 那時候大概才十五十六 然後怎麼去打工 然後我就說 喔沒有就是想要 因為我想要就是出去玩 所以我就打工這樣 然後怎麼沒有 我就拿去花在那個遊戲上面了 然後後來他就有很多 周邊嘛 我會去買 就是我有很多很多周邊 因為我真的太喜歡 對 我真的太喜歡 太喜歡LOVE LEVEN 然後我就去買很多周邊 然後我那時候還會辦 很多 跟朋友一起團購 就我有幾個朋友 然後大家一起分攤這樣子 對啊 到現在還不敢跟我媽說 我到底在這遊戲花了多少錢 我現在也不敢去面對那個賬單 過去的賬單 就是那些付款紀錄 我就會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想說 這些錢我現在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你想問弟可能 我也在想說我弟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弟最近去打工 我想說他是不是也想要課金啊 可是我不敢問他 他跟我說想要經歷社會歷練 我聽他在騙人 他感覺就 沒有很想要經歷社會歷練的感覺 沒有啦 我相信他是想要經歷一下社會歷練 所以他才去打工 相信他不是想課金買遊戲 可是他最近的確是拿到薪水的時候跟我媽說 我可以去買遊戲嗎 然後我媽就說 你才拿到第一份薪水你要去買遊戲了嗎 他就說 就是 就是 可是他有玩別的遊戲 他Steam有玩很多遊戲 他只有宅很多遊戲 他買很多 他最近還是玩一個槍戰遊戲之類的 而且他之前玩PS4 還買那個金會員 然後我就會偷開他的帳號玩遊戲 會被他抓到 會被他罵 他說你要是自己買啊 讓你用我的 然後我就會說 他自己也用一下 我們要玩很久 異世界課了多少 對啊 我覺得我在LL的手遊課的錢 應該就是 成員們 大家在異世界 就是全部成員在異世界課的錢 加起來應該都沒有我多 對 可能之後會超過 可是最近 近期應該是沒超過 然後就是這樣子 然後 他那時候會有很多演唱會 可是我都沒有 因為我是學生就沒有辦法去參加 所以我就只能 看網路上面盜版的那種 流出來的片段 然後不然就是後來他辦了一個 在電影院的現場直播嗎 就是他會在 謝謝人品君的口罩 謝謝 就是他會在電影院 現場直播 然後就是你 而且門票很貴 門票收一千塊 然後就是 你付一千塊 然後買電影票 然後你坐在電影院裡面看直播 然後他是 零秒差 零秒差的 可是就是 沒有辦法去現場的粉絲 就會選擇用這個方式去聽演唱會 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就是蠻有FU的 我到現在還是會蠻喜歡去聽這種演唱會 雖然我這次沒有搶到 因為這次 他在台北只開了一廳 他就只開了一廳 他一間電影院只開一廳 然後只開兩間電影院 所以我沒有搶到 對 迷你控 轉播比迷你控還貴 對吧 迷你控是900塊 欸900塊看正任欸 1000塊看螢幕 然後 他們那時候還有一段時間就是 有來台灣 可是那時候他們好像是快 宣布Final Life 就是宣布要暫停活動 休息活動前的 時候有來台灣 一次 而且不是全部的成員 而且我喜歡的成員都沒來 超難過 可是我還是去了 因為我覺得 不管是 是不是喜歡成員我都想看 那時候來的是 有四位 我最喜歡的是 三森林子跟德景清空 就他們兩個都沒有來 然後來的是 星田惠海 然後 內田採 派魯 然後 飯田禮穗 跟 南田亞伊奈 南條愛奈也沒有來 我超難過的 然後他們九個人後來就休息活動 然後我很難過 那時候我聽到消息說 他們要休息說 我還是覺得我天都塌下去了 我真的天都快塌下去了 我現在應該比較不會去這種活動 因為我知道一定會有粉絲去 所以我那時候 我現在都有克制一下 讓自己不要參加這種活動 可是我還是會偷偷去 有時候 喔 還是可以去啊 沒有 主要是他們最近都沒有辦活動啊 好 電腦買PUB 只當看到Steam的價錢 我就想我有買耶 可是我都沒玩 然後 然後那時候 就是 嗯 那時候水團要出來的時候 我是很反抗的 就是我會想說 就是那時候Mix宣布要修團 然後水團要出來 要出一個新的團體 就是叫做AQUA 就是水團 他們的妹 姐妹團嗎 可是是同一個企劃 可是就是 要出新一季動漫 然後新的角色 這樣子 然後會有新的九個神優出來代替 不是代替他們 就是會有新的九個神優出來活動 這樣子 然後真的是超級煩惱 我想說 絕對不要 就是 我的這Mix休息 然後就竟然有九個新的人來 是怎樣 我就想說我絕對不能接受 這樣子 然後我堅決的絕對不犯 然後結果看了以後就直接真香 呵呵呵 我看了以後就 對 後來就真香了 後來就超香 就是 嗑的也蠻兇的 雖然沒有Muse那時候兇 就是後來就真香 就是那個 那個渡邊藥真香啊 太喜歡了 就是看到 齊藤朱夏 那個神優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人啊 然後我就入坑了 然後靜兒喜歡他的角色 而且他的角色也是被空降 所以我怎麼覺得 我一直在找同溫層啊 我最近喜歡的角色都是同溫層欸 就是 裡面那個 我那個在Aqua喜歡的那個角色 他叫渡邊藥 然後他跟 center 就是女主角 是青梅竹馬 從小就很好 然後那個藥就是 非常喜歡謙歌 謙歌就是那個女主 不是女主角 他就是那個 謙歌就是那個center 加隊長 然後他就是跟藥是 跟小藥是 青梅竹馬 從小一起在同一個 同一個鄉下 長大的 然後他們連高中都上同一所同一個班 因為他們需要沒有人 只有一個班 所以他們就一定同班 然後藥是一個跳水的選手 然後他為了謙歌 因為謙歌想要去當 校園偶像 他就成立了社團 可是沒有人參加 然後藥就為了謙歌 放棄了跳水 去參加他的偶像部 然後他名字是一個超有前途的人 然後他是為了他去放棄跳水 就參加了偶像部喔 他說因為我想要跟謙歌做一件 我想要跟謙歌一起完成一件事情這樣 他說我想要跟你參加同一個社團 結果後來就是突然轉來一個女生 他叫梨子 雖然我也蠻喜歡他 可是我就是不能接受他強朋友 然後他就 他進來然後就發現謙歌很明顯 就是一直在跟梨子玩 然後就是一直很關心梨子 然後藥就很近 有點難過 然後甚至有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兩個產生疙瘩 然後我就想說氣死我了 藥也太可憐了吧 然後我就 就是很喜歡藥現在 可是其實一半的原因還是因為那個神優 空降系真的是最不能影視的東西 不要再空降了 有心結 對啊 可是他們最後是圓滿結束 然後三個人就是一起 三個人最後被 就是常常被湊CP湊來湊去 然後林潔星那時候跟我說 他竟然是吃千歌跟梨子那一隊的 然後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一度想要跟他暫停講話 因為我不能接受有人的CP 跟我不一樣 傑星 劇情需要空降 因為他們是需要空降 一個會作曲的人 所以他就空降那個角色 真的是太難過了 可是沒關係他們三個話也都很好 所以就是劇情需要 可是我知道現實中不會變這樣 絕對沒有會像藥那麼佛心的人 好不好 然後 對 然後就是因為這個喜歡藥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有常常很多 演唱會都有辦轉播場 然後我都會去看 然後辦轉播場 我那時候還曾經因為買不到票 然後又跑到台中去看 就是我跑到台中去看演唱會 他的第二場live吧 所以我沒有買到票 超尷尬的 結果買到台中的票 然後我就坐去台中的微秀看 超遠 超遠 然後 之前跟林傑星有去看 欸 而且29號會有紅燒 因為我們有最新的這場 沒有最 會有聲優來安利美克 真的假的 可是我比較喜歡那個 那個燈 那個燈喔 阿卡利 王家叫什麼 南木燈 就是 那個 南木阿卡利 那個最年輕的那個 最年少那個 唱歌超好聽欸 接下來 伯令晚安 CJ晚安 下次見 我再來掛廳 對啊 栗子都是掛廳王 栗子辛苦 這麼來看我直播 很開心喔 謝謝 田中豆磊上的玫瑰 謝謝 阿玲晚安 為什麼阿玲晚安 阿玲晚安 遊手度會 那瓶瓶要去參加嗎 可以去參加一下 然後告訴我香不香 成員香不香 我是覺得女竹 就是那個 布夢的神優 真的是蠻香的 然後 迪奈的神優的聲音很香 就是都很棒 可是我真的是沒有很 追那一團 因為我目前還在犯Aqua的狀態 然後Muse最近又回歸了 然後我又開始再看Muse的影片 回歸 然後他們最近出了一首 新的Muse的歌 因為Muse回歸了 最近 睽違了六年 四年 四年然後他們回歸 然後就是今年一月的時候 他們有一起全部 三個團體一起上台 就是類似像 就是 48 Group的這種 Asha Face 這種感覺 他們就是三團的 四團 四團 還有一團是 對手團 就是個Face的感覺 然後他這個轉播場票 我竟然沒有搶到 我真的是一生 絕望 3月7號我們有 Mini concert 在烏梅劇場 華山烏梅劇場 歡迎來看A族的表演 南野秀希晚安你好 天啊 命啊都是命 對啊所以我就沒 我就讓自己沒有那麼那個 而且我還是搶錯天 超尷尬 我記得我搶的那一天 就是Mini concert Mini concert 那天是Mini concert 他有唱兩天 上次Mini concert是幾月幾號 1月19 20是不是 18、19 然後 我們研究生是19號表演 對不對 然後我搶到19號的票 我搶那個Lovelight的票的時候 我搶19號的票 我就想問我在幹嘛 我本來可以去的 可是我搶到19號的票 然後我搶完 因為我那時候是剛起床 他早上搶票 我就特別為了 特別為了 搶票起床 然後結果我就 睡眼心聲 我搶完票以後 結果發現我搶到19號 然後看一下形勢裡 完蛋 19號Mini concert 我應該搶18號 我怎麼搶到19號去 然後我就把票退掉啦 因為18號都被搶完 所以搶不到票 然後我就放棄 超難過 期待我設單給你錢 好啊 這配身的時候見 唉 超級水膩2020 從水瓶智齒開始我的水膩 我們是水之呼吸 第十三 第十二行 水瓶智齒 寫田中鬥力王的Kiss珠珠 這是韓韓今天跟我講的 他說 水瓶智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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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一個很喜歡的神優來台灣 動漫展 然後就蠻喜歡神優 而且他之前我等了很久 我犯了這個神優犯了一段時間 我從我大概高二犯到現在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喜歡他 結果他都沒有來台灣 然後他之前前段時間歌手出道 然後歌手出道以後 他就突然有一天突然說來台灣了 因為那個 我忘記是因為什麼 動漫的名義嗎 他就要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好像卡到怎麼工作 卡到通稿 然後我就不能去 然後我就很氣 我說施宇你要幫我看喔 然後就 就是在表演 他要來台灣前個禮拜 好像因為身體不舒服 然後取消了這樣子 就變成只有另外一個人代替 同一個事務所生優 代替他來這樣子 可是他本人不會來 我就想說他已經是知道我不會來 所以他才沒有要來的 然後施宇就真的想太多 欸我那時候是不是要考日文 對對對好像是考日文對不對 應該不是通告 應該是要考日文 是嗎 是考日文嗎 我記得是通告 因為我記得是 去年 是暑假嗎 那他可能真的是 欸可是我暑假的時候沒有考日文 我是12月的時候考日文 可是他跟我都不知道我是誰 我從來沒有在他的文下面留過言 不會像N2考過 考過啦 我今天要朝N1努力 如果沒過的話我就去學英文 好18號活動的那個 沒有他是跟 他不是跟那個卡到 他是卡到那個 他是卡到mini concert 卡到mini concert 我本來是要去18號 我買18號就沒事 重點是我買錯 他是18、19都有辦 可是我買了19號 可是我19號的mini concert 我應該買18號 技術萬鈴鐺 你沒那麼重要 粉絲錯覺 粉絲錯覺1 他在看我 粉絲錯覺2 他在對我快察 粉絲錯覺3 他是不是也喜歡我 可是最近很窮的說 可是一次不是就是 我不知道他不能分期付款 可是還有很久吧 還有5月才要開始報名 可以存個錢 我會怕沒過 我就浪費錢 我覺得小琴那時候也有報N2 他如果跟我一起報 可是他因為mini concert 就沒有辦法去 世界三大幻覺 太難過了 日語對我來說去 喔對啊我也覺得去旅遊夠用就好 可是我以後想要從事 就是我希望我以後在 TimTP的工作上 可以從事一些 翻譯相關的 主持相關的 翻譯主持相關的 希望我現在還是一個很內向 不是內向 就是沒有 在舞台上會緊張的人 所以我還要磨練一下這個 我先從日語開始磨練 我先語言標準到 我再磨練我的自信心 我最希望就是 以後有機會 有什麼日本藝人 還是前輩要來台灣的時候 可以 帶著他們 可以去主持下他們的活動之類的 我會很開心 然後這樣就會有很多人 會看到TimTP 然後也會看到我 就是 一舉兩得 林維不論不是叫 不是叫假 對了 可以了 相信自己 BELIEVE IN MYSELF 希望阿嶺今年可以升為正式的生 我會加油的 對 7月跟12月看有沒有辦法製造考N5 偏偏可以吧 我覺得N5很簡單喔 我現在也在叫韓韓去參加一些 日文檢定考試 因為我覺得韓韓的日文學的還不錯 她是真的蠻認真在學 不過看有幾點 我今天 開到11點 我今天是2小時 英文沒有洪匪 我會努力的 因為我如果學 我如果考到N1我就有藉口說 因為我都在讀日文 所以我的英文不好 這樣說 對韓韓現在會看 而且韓韓的文法也不錯 我覺得很厲害 我在她這個年紀沒有非常的 日文沒有非常的好 我剛才都考N3 我剛才都開始支持你了 謝謝佩森謝謝 英文應該不難吧 英文對我還算難 你覺得 我有辦法念 那我就是最近很喜歡 我就是蠻喜歡聽Walky Rock的歌 可是他都是很多都是 英文歌 然後我就有點沒有辦法唱 那我就覺得我唱得很 辣菜 早就不知道他歌詞 他電 電腦版我不會開歌詞 Can be someone else Someone else 這邊不會唱 Dead bridge 什麼叫bridge bridge是橋嗎 我不知道我亂講 我亂講 我也唱Walky Rock的歌 學英文很勵志 喬喬吧 bridge 可是為什麼要唱bridge 他這首歌 他這首歌叫stand up feeling 就是站出眾融入 他兩個人在講 因為我看網路上翻譯 所以我才知道這首歌 在講什麼 就是我要stand up站起來嗎 我為什麼要站起來 沒有他stand up 是翻成出眾的意思吧 就是 父母要求我在群體之間 之間表現要 他在講兩個不同的方面的壓力嘛 就是父母希望我在群體之間是出眾 那種獨特的 可是 同才 同才希望我是 融入大家的 可是他只想做 我只想做我自己 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歌詞很 就是寫得出 他這個故事背景很讚 就是 很厲害 可以寫出這種 世界觀 如果有看他的MV 我最近在看很多很多他的 因為我一開始都只有聽那個 完全感覺Dreamer 然後還有Wherever You Are 就是我是這兩首歌入坑的 一開始是傑星 很久以前傑星在 那個 喔 完全感覺Dreamer 是我有一次看 溜冰的時候 就是花式溜冰的時候 有一張與生結弦的選手 他在練習室的時候 跳著這首 然後我就想說 我這首歌還蠻好聽的 我就去查 然後就發現這首歌聽起來很好聽 然後後來有一次在 KTV聽到林傑星唱Wherever You Are 我就覺得很好聽 我也去查 然後我最近就也在聽 Hit's the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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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聲超少 我就覺得很厲害 就是他每次跳完以後 就有很多很多 禮物會掉下來 然後就是有一堆小朋友 去撿那個禮物 然後我覺得他們就不會撿到 不會撿到 不會撿到累死嗎 我很喜歡一個花絲流冰選手叫本田真寧 本田三姊妹 超級無敵可愛 本田真寧真的是長得很像仙女 超漂亮 碰大媽靈 多打雨衣沒關係 我也看不出來 我可能會念成 Ware River 然後最後是Wherever 我會努力的 我還很喜歡這首 還叫Waste Tonight Waste Tonight 不是Waste Tonight Waste Tonight OMG一直念錯 還有我爸今天不在 有歌詞找到了 都是英文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Feel like I can take the word 他這個唸很快 他的歌詞都黏在一起唸 我真的不會 Take the word Tore the way up on the shoulders Cause I won't even feel the burn Don't be afraid to die Don't be afraid to die Don't be afraid to die Be afraid that you didn't try This moment's remember's why 好難唸喔 好難唸喔 We're here with you all night We sleep like we're immortal 這段我練很久欸 我那個 聽得好尷 就要把他來唱了 爸爸今天不在啊 而且他不會唱 好不好 When the sun comes up 我好像 國小屁孩 We are 喔我也有聽We are We are We are The beginning 是這樣唸嗎 可是他這首歌詞已經是很簡單了 他有個Rocket Memories Memories是回憶對不對 But we got everything we need 這應該是 我們已經有說 我們需要的 我們 哇不算 太難了吧 太難了吧 而且就是 英文歌詞很多都在臉著一起唸 真的很不習慣 面罵特賊柏玲柏玲 The beginning 是我第一次聽到 When I can rock 我第一次聽是 完全感覺Dreamer 完全感覺Dreamer 為什麼他可以 Taka為什麼可以把日文唸的 那個 英文唸的那麼標準 太厲害了吧 對啊我也在想 我在想說 日本人竟然可以這樣子 唱英文 完全聽不出來他是 外國人 他是不是留學過 我不知道 可是他感覺 對我之前有 看過他講英文的影片 柏林柏林 差點回頭 之前沒有留學過 那怎麼那麼好啊 英文 可是我知道就是 one ok rock團名的由來 是因為他們的團 以前都常常練習到半夜 一點的樣子 然後one o clock 如果唸 唸成日式發音 好像就會變one ok rock 日本也是有英文強的齁 沒有 因為我去日本的時候都很少感受到 我只有感受到日本人的中文很厲害 就是在秋葉原 就是在秋葉原 我在Akiba的時候 有很多店的人都會講中文 很方便 我那時候跟我爸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日文還蠻差的 然後那時候想要買 手機的網路卡 然後我就在 店裡面一直比手畫腳 然後就是想說 我要信 我要網路卡 然後我就不會比 然後我就亂比 然後亂講日文 然後那店人就聽不懂 他就突然走出一個人說 喔我就跟我爸說 怎麼辦他聽不懂 就是 那店人就一直就是 黑人問號的臉 然後我就跟我爸說 就是完蛋他聽不懂耶 我直接講中文 然後他聽不懂耶 然後那個人就突然說 喔我會講中文 我是 對他說他是大陸人 然後我就 喔我想你早講嗎 超級 就我爸爸應該講英文 然後我講日文 然後就是都聽不懂 因為我們都講的不是很好 然後 後來 我就放中文跟我爸說 就是 反正他不會 我就說 怎麼他聽不懂 然後他就說 喔我聽也懂中文 然後我想說 你早點說嘛 難怪我怎麼覺得他的姓氏 有點像 就是 華人的姓氏 然後我就想很早講 他有在那邊搞那麼久 然後最後就 平安無事的 拿到網路卡 這是柏林的 日本型的一個小插曲 阿修 阿修 為什麼讀音分別 也是我看過有人姓林 然後還有看過有人姓柏 我這個 桃桃色黎巴 你知道嗎 他們的前身嗎 很久以前是很多個人的團體 然後他們有個成員叫柏姓奈 他也姓柏 而且是跟我同一個柏 而且是跟我同一個柏 然後他叫 他叫姓奈 可是他叫 他姓柏 然後那個字念卡西娃的樣子 然後 我那時候看到想說 欸 耶 這是有人跟我姓一樣 你知道嗎 就難怪我時候在 有時候在外面 會被人家以為我的名字是 日本人 就是他們不會覺得我是混 之類的 他有搞到後面就是很 像我們日文老師第一次點我名字的時候 就是叫我 然後我就想說 呃 老師我是台灣 老師是我的台灣人喔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說 柏 柏林這樣 然後我就 所以阿當送我來簽到 簽到一波 對我的博是很台灣博 不是那個博 還有我不姓博 而且名字就分開寫 然後我的字就很少 我前幾天跟人家 我有一個前幾天跟人討論說 就是三個字的名字 跟兩個字的名字到底 差在哪 就是兩 因為其實在成員之間 我們不太會叫對方全民 所以我們通常都叫 潔心嘛 可是有時候重要的事情 我們還會講林潔心 之類的 可是通常都講潔心 然後 可是就只有我跟林潔的名字 大家就沒有辦法叫一個字 可是他們會叫潔或阿潔 可是沒有人叫林耶 然後我就 想說 蛤 可是叫林有點中二 我的回來名字就是林阿 就是林 阿林 林現在已經有人了 我們已經有個林林了 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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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不要 主播晚上好正人 你好晚安 林晚安你好晚安 你好晚安 伯伯 伯伯就免了吧 謝謝 我被叫阿姨還不夠 被叫伯伯 阿林 炫泡靈 Burr了 對還是叫Burr好了 Burr最親密的這句 我現在已經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我叫Burr了 就是成人突然間突然間就開始這樣叫 然後大家就開始這樣叫 通常都叫錯號 喔是啦是沒錯 可是我都會叫 我很少叫栗子欸 我應該都叫 嘉莉比較多吧 我叫吧 對啊我也感覺嘉莉很常叫Burr 我也很認真想過我的名字到底是不是本名 我也很認真想過我的名字到底是不是本名 我真的還跟我媽抱怨過說 你為什麼要選0這個字啊 0這個字筆畫很多欸 這個筆畫有24個 24畫 這叫襲擊小記 知道我長鬍子 Burr了 這個筆畫很可愛啊 我也是蠻喜歡這個筆畫 而且我也習慣了 I love love this 長鬍子說這邊叫鬍子 直接你的代號直接改變 我覺得這個也是蠻有記憶點的啊 我在朋友群的綽號是L 超簡單 他直接叫你L嗎 幹嘛不叫你 比如說台北陳柏林之類的 對 只有台灣人看懂 不對不對 現在還沒有在彈射 先不要 我朋友在叫我萍萍 所以有時候聽到本名三字會有點不習慣 有些成員會這樣子 就是大家平常都叫名字叫 叫那個綽號叫習慣 然後叫名字會突然反應不過來 有哪些成員是這樣子 我身邊有些朋友是這樣子 小滴嗎 小滴跟Mina 對Mina最有感 我不太會叫潘茲儀 因為我覺得名字跟臉對不起來 我現在看到他只會想到Mina 已經叫到我覺得Mina才是他本名 他也叫潘Mina 潘茲儀是誰 我們只有Mina 有些發現我的名字跟我弟的名字 和在進入台語念會很有意義 什麼意思啊 唉唷 撞到 晚上好 文森晚上好 潘茲儀到底哪位 潘茲儀是誰 潘茲儀是誰 我們只有Mina 只有思想會叫姿儀 真的嗎 我沒有停過耶 Jef晚安 突然看到Jef 余佳儀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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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儀剛下坡 現在開始叫姿儀了嗎 早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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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您好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呢 才沒有 之前被告知我有一個水平致死 才不是美好的一天耶 想到要拔牙 就覺得很恐怖 而且拔牙竟然也是用這種 非常暴力的方式拔牙 我真的是不能接受 我連那種洗牙的機器 進入我的嘴巴 我都覺得很恐怖 然後現在是 鐵錘跟鑽頭蟹囉 我早上一開始聽到韓韓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韓韓是在講彩節 會有人以為是品牌嗎 我就吃起來像麻菜 我說鬍子的部分 水平致死 謝謝 如果是有技術的牙醫是不會痛的 有沒有推薦 有技術的牙醫 揪團跟韓韓一起去拔 應該全身麻症在跪抱 但全身麻症我不會就是 有什麼風險嗎 醫生牙醫好像在挖礦 挖礦 我的牙齒現在就是一個立體的礦坑 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韓韓這個綽號很可愛 然後我最近不是 我剛剛不是在講那個喜歡的偶像嗎 然後大概到了高中就還在犯 睡團然後犯了一段時間 然後 就改犯真人偶像了 就開始犯了48G跟46 好像四單剛出的時候 那個舉版是四 就是三單左右的時候 好像是 二人生種 兩人季節那時候開始犯了 然後後來不協和音正式 入生坑這樣子 可是我一直都是相推 特別推的話 是喜歡渡邊麗佐 現在 現在是喜歡渡邊麗佐 玲玲也很可愛啊 柏玲沒有改過名字 所以柏玲一直都是叫柏玲 我以後可以改什麼名字 不要改 我喜歡我現在的名字 這家迷你Concert不是有賣那個嗎 就是個人明信片的卡片 這家迷你Concert不是有賣那個嗎 就是個人明信片的卡片 然後我就拿了一些成員的卡片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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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愛黑洋的MV 我也很喜歡 喜歡筆畫多的名字 真的嗎 可是我有點 寫得很辛苦 我現在零都是 都是用一種很亂寫的方式 我可以就是 示範一下 可是身邊好像沒有筆 所以就有點懸疑 沒有筆 可惡 我可以去拿一下 你那柏林都怎麼寫自己的名字嗎 我從小到大都這樣寫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字我都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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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一筆完成 我後面就直接把零寫成這樣子 實在太麻煩了 我就老是看得懂就好 所以我就把零字這樣寫 收寫題 對 我後面第二字就直接亂寫 然後 對 變得很像雲 抽象派的 可是老是知道我叫什麼 我再來練習一下 就是我後面都會變 名字就會變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就覺得很麻煩啊 就是有時候 考試 然後寫名字我就覺得很想翻白眼 自己靠我如果正常寫的話 要寫很久耶 正常寫的話要這樣子 然後寫完博了 然後我在 就是怎樣 喔 謝謝正人的口罩 謝謝 然後零我就要寫超久 你看喔 如果我正常寫的話 要等超久 我還有三個口要寫 寫完還要畫個嗚在下面 然後結束 這樣我寫好醜 我要重寫 不然你們就會發現我字很醜 這件事情 可是你們如果買我生寫應該會發現我字蠻醜的 我是那種連慢慢一筆一畫寫都可以寫超醜的那種 我真的 對不起世界 我們以前國中有個學妹叫做小一 然後她真的叫做小一 就是那個小跟那個一 換我寫一下名字 我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的名字 你看 寫完會比較美嗎 我要寫什麼 我的英文 摸到好像有點模糊掉 沒有因為我現在很認真寫 所以比較好看一點 那時候老師來玩過一個很虐待人的遊戲 就是我們的國小老師有跟我們玩過說 我們來玩一下就是用不習慣的那隻手 就是右撇子用左手寫字看看這樣子 我想在跟我開玩笑嗎 那二十四話你要用左手寫我要怎麼寫 然後那個 左手我直接大到就是那個狂狂塞不下我的零 超尷尬 所以說聰明的字都不好看喔 那我的字都不好看 不是 是L I E N 對 我寫了一下A嗎 我寫了一下A嗎 救命 真的是很痛苦 寫這種東西 我還是畫畫就好了 Giant Wu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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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 hu hu 最近都沒有新畫有什麼東西 所以就沒有什麼可以給你看 不知道寫名字最痛苦 我真的是寫名字很苦手Daze 好可 syst 我在寫握手會 讓你們記得要去握我柏玲 我可以寫立體字 啊尷尬 我忘記空格了 我發現會這個字 有點筆畫很多 有點難寫 我全部36話 我全部33話 我跟你們三個字等只差三話 立體字 大家請多多支持柏林的B不握手繪 日文該名字也這樣寫 沒有名字都是他們印好 所以我不用寫名字 我覺得改成畫卡這個真的是太棒了 畫卡這個東西 畫卡這個東西真的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東西 你只要填入你的序號 完全不會有寫名字的問題 就是你只要填入你的考生序號 就完全沒有寫名字的問題 方便 而且就是取貨的時候啊 取貨的時候常會被店員就是以一種 就是又來一個 又來一個報假名然後領不了貨的人的那種態度 就是我以前在當店員的時候就會有一些 因為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那種 交貨便都是要身份證 要對身份的 然後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搞不清楚規則的客人 然後就是他們取交貨便名就亂取 然後就沒有那個名字 就比如說他叫做 他叫早餐店大冰奶 然後結果我說要看證件喔 我想說這個人覺得不可能叫早餐店大冰奶吧 然後他就沒有證件拿 就可能只好請他先回家 然後 然後 我有時候去取貨的時候去林遠的 然後我用我本人的名字 然後店員就會露出一點 你一定沒有辦法拿出證件 然後我拿出證件然後他們就會 喔 好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你剛剛已經在笑 結果真的叫大冰奶 誰會叫大冰奶啊 先把媽媽罵死啦 叫我幫我取大冰奶 可能媽媽媽在 媽媽在 媽媽就是 很愛喝大冰奶 朋友們都加一沾不是取貨 快笑死 這根本取不好 取不了吧 我本人想拿出什麼 認真人家大冰奶怎麼辦 不行我真的會崩潰 人家大冰奶 請務必跟我當朋友先 誒我最近買了一個 我的燈掉落請稍後 可是我一定要拿給你們看 我最近買了一個 新的那個 我先別好再給你們看 徽章 課好課滿徽章 這是我最近的 我最近的新 新 周邊 不要抽到自己 我很厲害的 課好課滿徽章 很可愛 他是 他的材質超好 他是 鍍金的 太鏘了 我超喜歡看他馬上就有買 不是我自己做 我去買的 我就逛到這個 然後我就把它買下來 以後如果你們有小孩 就叫他大冰奶 重新找回課長人設 對啊 最近一直有人要 就是大家最近都開始課金了 還有我有點課長低位難保 尷尬 你們覺得我是怎麼樣的人設 現在你們觀察我 可能有很久之前就觀察我的粉絲 或最近才觀察我粉絲 你們覺得我是怎麼樣的人設 在這個團體裡 我很好奇 大家眼中的我 是不是跟我想像中文我差不多一樣呢 還是有落差 其實我一直想要走的人設 跟我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樣這樣子 渣男人設 不行你們要講 比較 正常一點的 要講正常一點的 帥 好像是蠻沒有出路的 總工 真的嗎 總工這麼好 這個沒什麼爭議 怎麼覺得大家真的都是 從課長到國師 現在已經沒有小麥人設 可是我的確是蠻 我覺得我都是被朋友們帶出門的 所以我現在已經不是小麥了 我現在是小麥現衝模式 涮女生 這是我那個 這是我的那個 燈 打光燈跟他掉下來的板子 動漫人設 我可以拿來套拳拳了 ACG仔 是啊可是我的人設應該是 我一直是想要走 帥氣的 風格 然後到今年 對想要成為 一個可以照顧人的 讓大家成員還有讓粉絲可以信賴的對象 朝這個方向努力撞 很差猛伯樂 耶嘿 看我是天使 天使 變成在瑞婷姐姐的角色 我是保護大家的角色 天使姐姐 我是天使現在 喔 歐買尬 天使下凡就是要巴著你 這裡家裡的楓葉 我要學瑞婷的那個 我是你們的兔子 烏鯊 也是你們的天使 下凡就是要巴著你 耶 是你們的天使 然後還要綁那個雙麻尾 欸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嗎 我生血那個雙麻尾 我生血那個雙麻尾 到底在哈囉 真的是超級短的 我PO完他有點尷尬 所以我那時候在拍的擋下來知道 喔原來今天要綁雙麻尾喔 所以哈囉我頭髮超級短的 我跟肉肉完全就是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我們兩個就 一開始我本來要綁這裡 可是我突然發現 他那個髮圈有點粗 所以如果 我綁起來的話 他會變這樣子 他會變蝴蝶犬 會變這樣子 然後我想那個太ㄎㄧㄤ了吧 我覺得不能綁這樣子 對 可是肉肉最後只能綁那樣 因為他的長度就只能那樣子 然後 最後就綁了下面 抱短 而且我頭髮是往外翹 所以我的那個雙麻尾看起來蠻炸的 就真的很像 龍貓裡面那個小眉 我真的是 當下想說 頭髮那麼炸 你知道 這是 蟲天炮嗎 雙麻很好看 謝謝各位 那時候真的是超崩潰的 我真的怕ㄎㄧㄤ 我覺得超ㄎㄧㄤ 我真的覺得那個 這個雙麻尾也太不可愛 太ㄎㄧㄤ了吧 這樣子 我想說 我要怎麼拍阿 然後那時候就拍了很多張 跳到一張滿意的自拍照放上來 對啊 感覺很多成員聽到要綁雙麻尾應該都蠻傻眼的 可是就是還是綁了 因為就是 沒辦法 一定要綁 小眉是很可愛 我也蠻喜歡小眉這個角色 雖然就是龍貓很多都市傳說 但我後來看到有點心理陰影 露露的表情 非常有趣 真的 另一邊 付費解鎖的麻尾 就是另一邊麻尾可能就是要 真的是拍不到 我真的完全拍不到 就是我的頭就是這麼大 擋住了那個麻尾 被迫營業 對啊我們這場突然就是被告知 我們常常突然被告知說要 今天要綁雙麻尾 這樣 就是我 如果我知道要綁雙麻尾 我可能就有心理準備一下 那時候真的是綁到一個厭世 而且那時候是 拍完雙麻尾我就可以離開 這樣我就可以結束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期待趕快拍完 然後拍完之後就直接把他拔掉 然後突然就 而且那時候 就是我們那時候拍雙麻尾的時候 潔心跟我一起拍的 就是跟我同一個T次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 雙麻尾有很多個髮圈 然後還有很多顏色 還有粉紅色 喔沒有 潔心是我前一天那個T次 就是雙麻尾有 藍色髮圈 然後有 粉紅色髮圈 跟棕色髮圈 我一定要抱怨一下 真的是 然後就是 藍色髮圈 因為我們那天穿的衣服是藍色的 然後怎麼看都是藍色髮圈最搭 就第一天拍林潔心 把藍色髮圈帶回家了 然後第二天 完全沒有藍色髮圈可以用 超尷尬 然後我就拿了一個棕色的 想說那熊熊的顏色 那我就用棕色的吧 就是我們本來有藍色髮圈 然後覺得就是 被林潔心帶回家 那個雙麻尾被重點爆 他也是當天才知道他要綁 超累的 他把那個藍色雙麻尾 他把那個藍色髮圈帶回家 我真的超傻眼 我說啊藍色欸 然後姐姐就說 啊 潔心好像帶回家 然後林潔心 把我的藍色還給我 傻眼貓咪 又是潔心的果 超傻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潔心為什麼會帶回家 反正我就是聽解說 是潔心把他帶回去的 反正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的生血症 真的都拍的主題 都越來越有趣了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來幾個月的主題嗎 對啊就是我最近其實 在翻我們那個 第一次的生血症 2018年的那個生血症 萬聖節那個生血症 其實我也覺得那個生血症很可愛 只是如果相較起現在 我是覺得現在的生血症 真的越來越有趣 還是因為成員都比較會 拍生血症 所以大家的動作越來越多 大家可以多期待一下特點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支特點 感覺就是蠻精彩的 想要潔心說嗎 潔心不是 就是綁雙辮子嗎 感覺差不多吧 就很潔心 潔心之前還拍 潔心之前就是 曾經有一次排生血 把手機掉在公司 太以為他丟到垃圾桶 被收走了 然後我們就在 我在那邊排他找到晚上7點 然後就很晚這樣 然後 結果他還為了這一次 就是為了手機不見 然後他去買了一支新手機 就他幫他幫他買一支新手機 然後買了新手機 大概一個月左右 有一天突然在更衣室 找到一支手機了 然後他那時候就兩支手機 我都忘了 對這個有聽過 這個我之前有講過 有的波勒生血 是少數比本人更好看的 你是說照片比本人更好看嗎 這是包是扁 相信是包 還是 一年到底有幾個特殊日子 反正就是每個月都會有啊 我們就看每個月有什麼特殊日子 我們可能 什麼都可以 什麼節日都可以擺得出來 我們每次在勞動節 工地服裝之類的 沒有 我亂講 沒有為什麼我亂講 本人就很好看 但是生血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講話要這樣講 雙手機好好 那樂生龍的故事嘛 拿那個工地磚 等等成真 我還是不要亂講好了 我等一下亂立flag 然後姐姐聽到 然後我們之後真的要這樣拍 請問你什麼 我們可以做個棺材吧 我們這裡不是有帳篷嗎 就是那個 這裡不是那個帳篷 帳篷生血 我發現這是為什麼 這是重陽節嗎 重陽節生血 帳篷 我們之後做個棺材 棺材生血 然後就是躺進去這樣子 然後特點就是有人在旁邊哭這樣 好不吉利喔 不要 錄影不用 會嗎? 可是我覺得錄影有些人蠻帥的啊 應該不會出什麼清明節生血吧 因為這個節目是感覺不是一個可以慶祝的節日 柏林生血看什麼牌 當然就是 所有人扮成柏林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什麼 什麼節日可以做 雲人接生血 好 突然發呆 我們來練排名吧 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俊成追蹤你好 晚安 感覺以後會有復刻版 有可能我不知道 欸對齁 女僕裝生血 女僕裝生血 我想我可以辦直視嗎 直視博人 我還沒有以這個短髮再穿過一次西裝 我為什麼要再摸頭吧 很好笑 最近今年健康很多 長大了 可是女僕可以跟什麼節日扯傷關係啊 排名排名 所以我們要再唸排名 沒有超自然 我覺得很好笑 就是 唉唷這什麼東西 帥哥 女僕節 哪有女僕節這種東西啊 你們自己亂訂啊 勞動節可以女僕吧 因為女僕不就是一種 工作嗎 它是一種服務業不是嗎 就是勞動的 女僕就是一種在家裡當管家 就是蠻勞動的 勞工的一種行業吧 它應該可以穿勞動節裡面 讓我們不要穿 拜託我姐姐 勞動節不要穿 工地裝 讓我們穿 女僕裝 欸 西裝不得 父親節有一個 可是那時候是長髮 好我們再唸今天的排行榜 小時候等一下 耶 第十名是大冰奶 沒有不是 第十名是 好不好笑 第十名是 用戶名不能吃空白 謝謝 用戶名不能吃空白 謝謝 第九名是 拼拼 謝謝拼拼 謝謝日文加油 第八名是 莉子 謝謝莉子 謝謝 驚呼了今天來看我直播 第七名是 謝謝 我看我的手機把我貼裂 列到 排名這邊去了 然後 第六名 謝謝好多組織 朱里恩 謝謝朱里恩 謝謝 第五名是 阿當 謝謝阿當 謝謝阿當 第四名是 鄭人 謝謝鄭人 謝謝鄭人 耶 然後第三名是 傑吉桑 傑吉桑 謝謝 第二名 是 熊毛阿正 謝謝熊毛阿正 謝謝 第一名 登登登登登登登 謝謝小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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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家留言 謝謝大冰奶 謝謝大冰奶 最愛大冰奶 我最近一直喝那個酵素 我就很想減肥 然後我就不想要 飲食控制 然後我就一直在吃酵素 不知道有沒有用 可是 就是 蠻腸胃蠕動的感覺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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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期待在 那我們3月7號 A組會在 華山烏梅劇場舉辦 我們的第一場 以Unit名義的 Mini Concert 然後 我們是Daisy組 就是 小廚局 Daisy組 然後代表說是 鵝黃色 然後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你們覺得Daisy組 我想離開起來 想問一下大家你們覺得 各組的印象 對你們來說目前是什麼 其實我好像問過很多次 喝大冰奶 在拉到手 我是大冰奶免疫耶 我是大冰奶王 兩體重前 喝大冰奶 我那時候那可能會請假 因為 拉到爆 看再說吧 好那看了之後再 來問大家的感想 因為我到現在也在 思考很多很多 是 好 這就可以支援 之後再講 上次的直播是 禮拜二的晚上9點 然後希望到時候可以見大家 玩去看鬼滅之刃 還剩20分鐘 可以去看一下下 鬼滅之刃 我要把它衝下去看 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看我直播 愛你們喔 晚安 掰掰 還有柏林的握手會B部 目前已經出現數字了 謝謝大家支持 然後希望 大家也可以繼續支持 我的握手會B部 謝謝 我們延到了 序號延到了3月 所以大家還有很多時間 可以考慮一下 要不要再來一下 柏林的握手會 晚安 晚安 突然就是來了一首 很適合現在退場的音樂 好那啦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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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